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视频 今天,我们将带您深入了解通过迪利热巴的精致表演 感受中国民族文化的精髓 他的新疆塔吉克族风情舞蹈将中华文化的美丽传递到了世界各地 此外,我们还将一起探讨龚俊为庆祝自己生日而分享的引人注目的红色烟熏眼妆照片 所有这些有趣的内容都在接下来的视频中等待着您 让我们一起期待吧 迪利热巴新疆舞蹈传递民族文化 2023年11月29日 中国女演员和歌手迪利热巴的粉丝们迎来了一个惊喜 她在微博上分享了一则特别的更新 迪利热巴发帖介绍了她最近在湖南卫视和芒果TV播出的综艺节目《花与少年的表演》 在这一集中,她将自己的家乡新疆带到了克罗地亚美丽的海岸线上 这位多才多艺的迪利热巴在舞台上 献上了一个令人陶醉的表演 将新疆丰富的文化遗产与充满风景的克罗地亚背景相融合 她以一种极富感染力的热情分享了她祖国的歌曲和舞蹈 这一刻俘虏了国内外的观众 在她的微博帖子中 迪利热巴附上了一段真挚的留言 表达了她迷合文化差距和促进理解的愿望 她说,让人们了解新疆中国的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无论是一些舞蹈还是歌曲 我认为都可以带来一点点 可以帮助人们了解中国的东西 所以我将我的感情传递给那些不了解这些文化的外国人 迪利热巴的舞蹈表演堪称经验 她,文化遗产的执着 许多观众都被她的表演感动 评论纷纷涌现 表达了他们的兴奋和自豪 一位粉丝写道 音乐一响起 热巴的氛围立刻改变了 她怎么能这么出色 做同样的事情呢 其他人强调了她的舞蹈动作的优美和真实性 指出她真正体现了家乡的精神 迪利热巴通过舞蹈与观众建立联系 她的笑容感染力十足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她的表演不仅娱乐 还是对中国丰富文化之锦的美丽提醒 正如一位粉丝巧妙的表达 看着她的笑容和舞蹈也让我感到开心 在一个文化交流日益重要的世界中 迪利热巴致力于分享她的文化遗产的决心 确实值得骄傲 在生日时发布了一张清新帅气的海军蓝风格和红色烟熏眼妆照 龚俊 这位天父横溢 眼神迷人的演员 以一种令人惊叹的方式庆祝了她的生日 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 她不仅发布了一组照片 而是两组 每组都展示了她魅力和多才多艺的不同方面 在第一组照片中 龚俊化身为无畏的水手 身穿明亮的白色背心 象征着在汹涌的波涛面前的勇敢 这些水手们满怀决心 克服了海浪 勇往直前 面对生活的急流险滩 龚俊对这个角色的演艺令人着迷 他的表情丰富多彩的眼神传达出深刻的情感 深深打动了观众 他的眼神既不空洞也不肤浅 而是充满了只有真正杰出的演员才能拥有的深度 第二组照片则呈现出鲜明的对比 龚俊化身为神秘的男爵 身披黑暗的外衣 他的眼睛成为这个造型的亮点 眼部的红色烟熏装增添了令人难以忘怀的神秘和诱人的氛围 红色的烟熏装凸显了他本已迷人的眼睛 使其更加吸引人 龚俊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之间流畅切换的能力展示了他作为演员的卓越多才 尽管他拥有非凡的表演才华 但龚俊常常因为外貌而被业界忽视 然而 他那富有表现力的眼睛却是他作为演员真正实力的名正 这些眼睛传达了丰富的情感 使他能够在深层次上与观众建立联系 龚俊对演艺事业的奉献精神在他的工作中表露无遗 使他成为业界最有前途的年轻演员之一 他以赋予角色生命的能力而闻名 创造出独特且富有灵魂的塑造 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的界限 在庆祝龚俊的生日时 我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接下来的一年会有什么精彩表现 无论他选择扮演一个应对人生挑战的水手 还是守护黑暗的黑暗骑士 我们都有信心他将继续以自己独特 而引人入胜的方式呈现出精彩的作品 龚俊的才华无限 他富有表现力的眼睛将继续迷倒全球观众 龚俊 生日快乐 我们迫不及待地期待着你接下来的表现 花少五捧红了谁 赵昭仪刷脸成功 电音朵拉板秦兰最初圈 花少五已经成为中国娱乐界的一股强大风暴 以其强调和谐 理解 以及七位成员的真实个性 而赢得了观众的心 这个备受欢迎的综艺节目不仅仅是娱乐 它还引发了关于他所倡导价值观的讨论 反映了中国综艺节目景观的演变 这个节目的成功应该归功于那些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的著名成员 秦海禄 新直磊 王安宇和迪力热巴等等 都以他们的真诚 勇气 理解和魅力而脱颖而出 他们证明了在综艺节目领域 个人魅力和真实性是赢得观众心的关键要素 花少五与众不同之处在于 他注重情感共鸣和价值观 在一个娱乐往往偏向轰动效应的时代 这个节目采取了更为深思熟虑的方式 强调了理解 同理心以及个人成长的重要性 它引发的讨论和吸引的关注反映了人们对内容的兴趣 这些内容超越了表面娱乐 在2023年5月 中国内地的综艺节目继续蓬勃发展 而花少五则以声誉和收视率的双重成功树立了榜样 这个节目表明了娱乐和有意义内容之间可以取得平衡 证明了观众渴望触动他们内心和思想的节目 该节目的受欢迎也凸显了观众媒体素养的重要性 虽然享受综艺节目是一种合法的休闲娱乐形式 但维持理性的态度并坚守正确的价值观至关重要 而不是盲目追随潮流 综艺节目可以是灵感和愉悦的来源 但不应成为过分沉迷或不健康的偶像崇拜的原因 在整个节目中 一些演员因其真实个性和才华而备受赞誉 赵昭仪、王安宇、胡先旭和秦岚 都因其真实性和才华而备受赞誉 尽管秦岚声带受损 她仍然成为了最健谈和最讨人喜欢的成员之一 展示了她真实而稳定的个性 她的坚韧和积极态度深深打动了观众 赢得了广泛的钦佩 综艺节目已经成为中国休闲娱乐的首选 将粉丝拉进他们最喜欢的偶像 同时也为制作和发展创造了重要的市场和空间 这个趋势证明了娱乐在建立联系和培养社群感方面的力量 然而 必须在享受综艺节目和保持理性消费之间取得平衡 观众应避免过度沉迷 记住娱乐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过度放纵可能导致不健康的习惯和与现实的脱节 在这个数字媒体和信息过在的时代 媒体素养应该得到提高 观众应对节目内容进行批判性评估 区分什么是娱乐和什么是有害的 应该鼓励观众避免盲目模仿和过度崇拜 而是采取更加平衡和踏实的娱乐消费方式 花少五已经表明 支持积极和和谐的娱乐节目 有助于打造一个更加积极向上的娱乐环境 通过支持这类节目 观众可以帮助塑造一个弘扬理解 同理心和个人成长价值观的文化景观 最后 总结一下花少五已经证明了综艺节目可以不仅仅是娱乐 它展示了个人魅力 真实性和有意义内容 在赢得观众心的过程中的力量 作为观众 我们有责任在消费时保持平衡 提高媒体素养 支持积极和和谐的综艺节目 让我们共同努力 培育一个和谐和积极的娱乐氛围 使娱乐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道亮丽风景 而不是源自无休止争吵和冲突的根源 大家好 欢迎来到今天的新闻视频 在这个视频中 我们将探讨中国娱乐界的一些有趣信息 什么让独舞塔什库尔干之舞 成为了传播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呢 龚俊用海军风格的清新俊朗照片 让粉丝们心动不已 还有他在生日当天引人注目的红色烟熏妆容 在《花少舞》中 谁最有名 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们还将了解赵赵仪令人兴奋的线上购物经历 以及秦蓝电子版的多辣最受欢迎的消息 让我们一起开始这段充满趣味的娱乐世界探索之旅吧 在今天的视频中 我们发现了一些有关中国娱乐界的有趣信息 独舞塔什库尔干之舞的成功传播了民族文化 龚俊以他清新俊朗的海军风格照片和引人注目的红色烟熏妆 容使粉丝们陷入了狂热 《花少舞》中有哪些明星表现出色 留下深刻印象 我们还介绍了赵赵仪令人兴奋的线上购物经历 以及秦蓝电子版多辣备受喜爱的消息 请继续关注我们 获取最新的中国娱乐和文化新闻和事件 不要忘记点赞、分享和订阅 以便不错过任何重要信息 感谢大家与我们同行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幸福的一天